今天就不给朋友们烤串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烧烤店的高利润菜品 就是这个灯饮香辣土豆片 薄住产银酥脆可口 听听这个声音啊 大家都知道酥脆的程度 今天老李就把这个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去完皮了土豆 用视频中的削皮刀把它打成薄片 并放入清水之中多头几遍 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接下来把土豆片放入锅中焯一下水 水开之后煮个一分钟把它捞出来 锅中加入适量的色烂油 把控干水分的土豆片放入锅中炸 下锅的时候油温高一点 油温达到七成半的时候下土豆片 这样炸的时候土豆片更加的酥脆 记住了炸制的时候一定要勤翻动它 使其受热更加的均匀 当做土豆片炸至金黄色的捞出了控干油 锅中不要留底油 加点干辣椒段在里面 锅的鱼管把辣椒炒出香味来 炸好的土豆片放入锅中 快速的翻动锅 实际每一片土豆上都均匀的沾上一层辣椒的香味 在翻动锅的时候撒点椒盐在里面 再撒点芝麻在里面 并且翻动锅实际每一片土豆片都均匀的沾上一层调料 完成之后再撒点香菜在上面 起到点缀和蒸香的作用 就这样做的土豆片 一个土豆卖四把 你们就说这个利润高不高吧 并且就这样酥脆的土豆 大人孩子都爱吃 就这小味是老必了 想学烧烤别的方 关注老里就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